大家好,我是拳擊小潘 我是一名拳擊手 拳擊讓我更加的了解自己 每一次的訓練、對打 其實都是一場自我的對話 通過每一次的初拳 我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突破 拳擊對我來說 不只是一項運動 更是一場挑戰 挑戰自我 也挑戰這個世界 挑戰自己的年輕化 心情結束 新的時光 開啟了 拳擊掌 開啟了 展開啟了 是 新的時光 而的 這個年的你 大家好,我是拳擊小潘 我是一名拳擊手 我從小就很喜歡看格鬥漫畫 像是漫畫裡面的戰鬥畫面、戰術技巧 還有男主角勇於面對困難 不怕任何挑戰的劇情都深深的吸引著我 在學生時期我就開始徒手健身 有參加過籃球隊,也有參加過橄欖球校隊 但總覺得都缺乏些什麼東西 直到我上大學以後,那個時候我念台大練習 有一次和同學打鬧的過程 意外的發現我的拳頭很強 說不定我很有拳擊的天分 所以我就抱持著試試看的心態 去拳管練拳 踏上拳擊之路以後 我發現拳擊對我來說是一個完美的運動 在擂台上面你沒有辦法依賴隊友 就像考大學一樣 上了考場你依賴的就只有自己 我其實一直在追求這種 完全依賴自己的競技 拳擊簡直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運動 在對手對打以後 你都會打從心裡的尊重對手 是真正的以武會有 在剛練拳的時候 教練其實是希望我打遠距離前的打法 但是我的個性算是比較衝 就是喜歡和別人硬碰硬 所以其實我比較適合打的是 近身型的打法 近身型的打法又特別消耗體力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在 如何加強自己的體力上面 拳擊的訓練主要分成三種 分別是體力 技術還有力量 那我一天會訓練兩次 從這三個之中挑兩個來練 像是體力訓練 拳擊手通常會做跑步訓練 那我的跑步訓練都會做一些 衝刺800公尺或400公尺 如果要練的是技術的話 我們就會做一些條件式的打砂包 像是新手最常練的就像是萬兔 中手或老手可以練一些兩波攻擊或是三波攻擊 因為通常你在對打的時候 你打對方 對方一定會反擊你 所以你就要模擬這個實際上的實彈狀況 模擬對手攻擊你 比如跳出去拉開距離 然後再進行第二波的攻擊 如果你的防守沒有收好 就要提升自己的抗打能力 做抗打訓練的時候 我會邀請我的朋友 或者訓練夥伴來打我的肚子 這樣在比賽的時候被打到肚子才不容易擊倒 肚子的抗打訓練練完以後 其實我會訓練我的手部 那手部除了基本的手部肌群以外 其實我也推薦一個很特別的訓練給大家 叫做公主抱深蹲 那公主抱深蹲除了可以訓練你的腿部 還可以訓練你的核心 那因為你的手要扛住這個槓 就會讓你的手部養成 就是拿起來保護好下巴的好習慣 萬一你的手防線被突破 最後還是被打到下巴 那你要訓練好你的脖子 因為下巴是人的弱點 被打到下巴以後頭腦會劇烈的晃動 如果下巴夠強壯 就可以幫你吸收掉很多的衝擊 我訓練下巴的方法是用毛巾 然後纏住一顆重物 然後咬住毛巾來訓練脖子 通常這個重物會是狐狸 大概12到16公斤 那一次脖子重30下 這些訓練都會讓看板能力增加很多 是全擊訓練很重要的一環 在實戰時就算被對手打到 我還是會持續的向前壓迫 目的就是為了尋找反擊的機會 像我最擅長的拳就是左勾拳 那也稱為肝臟拳 被打到肝臟以後會刺激到你的泥走神經 讓你的呼吸不順還有體力下滑 在後面的回合像是2-3回合 對手的體力下滑以後 我就會取得優勢 第一次打贏體專生是我一生最感動的時刻 在以前只要對到體專生 通常我都會被TKO 技術性擊倒 結果裁判覺得雙方的實力差距太大 為了避免選手受傷 就提前結束比賽 畢竟體專生是從國中就開始訓練 不間斷的持續練到大學 相比之下我是從大學才開始訓練 一週可能練個3-4次 加上工作以後我也很忙擔任操盤手 讓我感受到和體專生們的練習量有巨大的差距 而且他們還經常聚在一起訓練對打 強者們聚在一起對打 讓進步的速度會非常的快 所以我決定向他們看齊 一天也要練兩次 至少要追上他們的訓練量 終於這些努力在比賽中有了回報 在有一次的全國比賽中 我終於打贏了體專生 實現了TKO 我也在2019年亞錦賽擔任國手 也在全國中網盃完成連霸 勝利可以帶來信心 讓你在面對困難的時候也能堅持下去 除了拳擊以外 我是一個很愛吃美食的人 因為訓練會消耗大量的能力 所以我會到處的尋找美食 補充消耗的能量 在穿搭風格上 我偏好深色的風格 通常我會穿運動長褲搭配運動上衣 因為我喜歡這種透氣有彈性的感覺 讓我感到舒服自在 至於眼鏡 我覺得拳擊給人很飄悍的形象 我偏好深色的眼鏡 製造反差感 不論是方框還是圓框 都能營造出專業的形象 以及修飾臉型 我是小潘 潘博成 是一名拳擊獸 拳擊對我來說 是我生命中最激烈的對話 我享受每一次的訓練 每一次的比賽 和每一次把自己逼近極限的過程 在每一個揮拳的瞬間 都是堅持的力量 每次的進攻 都是超越自我的極限 由於超越自然的